女人拿起手中的号码随机打给闺蜜 那美把小帅送电话的事情告诉了贝拉 贝拉一脸的不愿意 虽然内心无比嫉妒 但嘴上还要虚情假意的被她高兴 而就当这时 小帅突然赶来发疯漫的敲门 贝拉慌张的挂断电话 小帅让她开门 贝拉则表示 不离婚 永远不会见她 愤怒的小帅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用尽全身的力气开始冲撞 无奈贝拉只好把门打开 bana yalan söyledin evet görüştüm mecbur kaldım çünkü mecbur mu kaldın? beni o kadar yalnız o kadar çaresiz bıraktın ki benim o parayı toplamam lazım Düsseldürk bütün borçlar benim üstüme kendi borçlarımda var Selin bugüne kadar kapına biri gelip de senden para istedi mi? istemedi neden? çünkü Selin'in bütün borçlarını ben ödüyorum ben seni affetmeyeceğim bitti 原来小帅知道 贝拉与前夫还有来往 但她接受不了 愤怒的摔满而去 而小帅知道此事 全归都用柯泰的功劳 她拜托那美的父亲 开心贝拉的账户 这个霸气的女人 真是让人刮目散看 夜晚 那美站在窗边发呆 柯泰开门而入 询问小帅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而此时的小帅已经在酒吧喝得烂醉 她将能贝拉做的事情 如果没有此事 她一定会离婚 做她的账 让她做自己孩子的母亲 最后小帅不胜酒力 而另一边 那美焦急地等待小帅的电话 担心她会出事 终于按捺不住 主动打了过去 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另一个男人 那美质问 为什么小帅的电话会在她的手中 男人让那美冷静 并告诉她 小帅只是喝醉 如果那美能来接她最好 酒吧妹 小帅坠倒在桌子上 那美轻柔地把她扶起 随即带出酒吧 到家后 那美细心地帮她脱下外套 并用尽全身的力气 抱起她放在床上 温柔地帮小帅解开眼扣 陈陈陈陈陈陈陈的小帅 抓住了那美的手 不好意思 看着眼前的这位男人 那美抓起她的手 放在了她的胸前 这将 我爱你 那是我 我爱你的手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